大家好,我是Rog本期大说关键,来关键目前S1的小丑 空军飞行家,佣兵双薄命邮差 那空军双弹的话就一个飞轮都没有 这套阵容打小丑非常吃力啊 没有飞轮你就限制不住这些顶级小丑的一个伤害输出 你就扛不住,扛不住就要倒地 倒地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小丑打一波双倒,他就饱平真身 哎,一个锯,这些厉害的小丑这个车开得舒服呀 当然这边的话这个地形还可以啊 这个地形还可以,这边的话是一个双板下掉以后 小丑还是会比较难绕 这边的话回头望月一只放狗咬住捡你肃 然后这里可以再来一圈,但差不多了 你现在的一个怎么说呢 牵制手段啊,通过游差来啊 刚想说对游差来讲他的牵制手段其实是已经交完了的 那么拉了一分多的锯啊 小丑是通过一个震慑带走了游差 其实很亏,因为这边如果游差吃两刀的话 其实密码机总量应该要到两台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密码机如果说能够再逼出闪现的话呢 我不说穷者可以争胜 但穷者应该是有三人开门占宝屏的可能性 空军过来,空军过来没搏命啊 躲刀,尸刀,救人,交枪 相当于打出一个搏命的效果 这一轮拖的话呢,小丑这边不太可能追双岛 甚至他这里是可以通过一波车逼出小丑的闪现 这里开车走 然后待会那边的话应该是有机会能逼出闪现了 呃,这里闪现没有闪过去 小丑这边想省这个闪吗 其实刚刚那个位置的话感觉交闪应该是可以带走啊 闪现还是交了 这一轮机倒对于小丑来讲呢 没有打出双岛他的迎面就不高 呃,得是看下一波 因为这边的话穷者机子还是不够啊 所以说穷者如果想来救 其实也不太能打出一个四人开门占 但这个搏命呢又不得不套 小丑打个双岛呢好像还有真胜面 现在其实这个局势蛮平的 虚向于一个平 户必跳,这个户必没跳好 完了 那追个双岛嘛 这波双岛 佣兵的话这里 一波双岛吃下 佣兵这个机子感觉应该是不够修完 不过空军那边如果能修完赶过来 飞行家这边强行摸头 卡板子摸头 但是这边断一个锯好像没有意义吧 这能保了下来吗 这波似乎有意义 我刚感觉似乎 错了,错了,错了 我刚刚脑子里面已经默认这是个双岛 所以我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 活命结束 这个邮差要倒 而实则这个邮差是没有吃伤害的 没有任何问题 这波求生者 自己想强行 状态一补 飞行家有博命 邮差这边贴门 小丑这边又贴不了失常 除非 因为这个邮差是不太可能过来的 那么除非什么呢 除非飞行家过来 吃个震慑 要不然这个机子 他就亮 一定能亮 看看这边飞行家怎么来选择救人 邮差的话 这里是绕过来 也来打一个鞋头 但这个邮差 如果被看到 这边开一波大喷 过去 佣兵那边叫自己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看到邮差了吗 准备抢手这个机子的话 其实飞行家可以吃刀晾机子 来个邮差过来 哇真的 这邮差你也过来吗 你可是个上挂飞啊 这边小丑 没有挽留 追空军 我觉得这把 其实还是 空军那波救人啊 为求生者 争取出了足够多的时间 小丑这边想 交闪现 打出一个震慑 没能打到 刚才如果追邮差的话 确实 这个局追邮差 是不太能成立的 因为追邮差 这边门一定点开 小丑没有挽留 这三个人就一定走 但现在嘛 好像都有可能四跑 傭兵这边门点开了 插刀 一起走 那边邮差 门也点开 四跑 问题就在 两波救人 小丑打的又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那波 他追邮兵的双倒 让自己 没有办法击倒 这个上挂飞的邮差 然后呢 如果说 他第一波的闪现 交早一点的话 当时有没有机会 闪现 技能好了 切个失常 把那台机子踹了 因为那波 如果说能够失常踹机子 这个局都有可能多抓 感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